不会吧 人家伦新剧《无忧度》即将上线嘛 一人一妖度人度己的设定真是让人期待不已 看人家伦怎么评价宣夜 人家伦在新剧《无忧度》中饰演的角色宣夜 是一个一人一妖的角色 他不仅要度人 还要度己 这种设定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仿佛打开了一个充满神秘和奇幻的盲盒 除了剧情设定吸引人外 这部剧还传递了真善美的生活哲学 温暖亲切 老少皆宜 适合全家观看 同时 剧中还融入了许多猎奇玄幻元素 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人家伦的演技也是一如既往的出色 他将宣夜这个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让人不禁为他的演技点赞 此外 人家伦还有两部带播剧《流水迢迢》和《凤凰台上》 分别饰演魏昭吾侠和肖幻 同样备受期待 人家伦的新剧《无忧度》不仅剧情吸引人 还传递了真善美的价值观 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好剧 期待人家伦未来能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可以说一说宣夜的人设吗 宣夜就是比较大爱 然后大爱的同时一直被误会 被误会 被全程的人误会 误会他是杀害全家的凶手 然后他也 可以讲这么多吗 我先提醒一下 大家老是讲听 也很穷 他也不是像那个陆岩那样的六边形战士 他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出众的能力 他也是在一步步的往下走 好 然后走的每一步都对他来说是惊艳 对 是这样 你确定讲完之后 一会儿我就不说 渣了 你都说太多了 最重要的是 我问你个问题 这个角色会不会让大家废齿 又开始哭啊 像陆岩 哎呦 放火女孩 哎呀好心疼啊 是这样吗 反正我没少哭 你没少哭 好 这个你可以 没少哭 大家到时候敬后加音 开播的时候 大家就一起追剧就好了 对 再来